哈喽,大家好,我是娜朵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个问题 就是时常会有很多人问我或者跟我说的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说我呢,不像藏族 说普通话流利,没有高原红 这些问题我觉得还好 其实不是所有藏族人都有高原红 也不是藏族人普通话不流利 其实大部分藏族人普通话说的还是很流利的 因为我们从小学开始呢,学的就是藏汉双语嘛 藏文也要学,语文也要学 但是有人说我汉化的很严重之类的 汉化这个词,我真的很想通这个词怎么来的 因为我觉得我身为一个藏族人 我首先呢会讲自己的母语 当然同时也识自己民族的文字 我懂藏文字 然后平时在家乡的时候 我会穿自己民族的服装 然后我呢同时也虔诚地信仰 自己的宗教信仰 但是呢很多人会说我汉化严重 因为我说普通话 然后打扮的平时会穿便装之类的 然后会有人说我汉化 就是明明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会自己母语的同时 当然我们得会学会自己的国语 所以普通话流利和自己穿一些便服 然后披着头发 化个妆打扮一下这样子的 这个我也不理解为什么会称之为汉化 我讲自己的国语 我把自己的国语学得很好 然后我还喜欢自己国家的历史 等等这些我觉得这不应该被说成是汉化 我觉得这不管是哪个民族 都要汲取其他民族优秀的点 同时呢我当然要学好自己的国语 因为我是中国人 所以以后大家绝对不要用汉化这个词 去说任何的少数民族 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 我们当然会努力学习自己的国语 去了解自己的国家历史文化 还有呢就是 大家呢说 我们的宗教信仰是分件迷信 当然这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认为 只有一部分的人会说 为什么要挑胜 为什么要去磕长头 为什么要去做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说我们的这个宗教信仰就是分件迷信 但是大家知道吗 为什么我们守住的这一张劲图 当然是得益于我们的这个 一个所谓的分件迷信 我们有着很多的神山圣湖的 这种情境的这种思想 所以才得益于这个 高原上的这种生态 环境的平衡 还有呢就是 希望大家呢能够搞好民族团结 不要在网上发表一些 危害民族团结的言论 因为我总是能在我的视频底下 碰到一些 尤其是直播的时候 我上次直播的时候 让我很生气 但是我没有太多的去说什么 有人给我的直播里的评论是 藏民很脏 藏民很臭 然后说什么藏的人很穷 很懒惰 各种各种一些言论 我觉得这些言论 真的不该是一个受过教育的 中国人的嘴里说出来的话 他既然能够在我的直播间里 打出文字 我想他应该也是受过教育的 所以我在这里呼吁大家呢 保护我们的环境 同时呢 请大家促进民族团结 而不是破坏民族团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